大圣当年究竟为何而死 真的是二郎身将其击败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天命人重走西游路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真的是复活大圣 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本期黑圣瓦悟空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 花果山 见识了人世间的辛酸艰难 也领略了九重天上的阴暗诡诀 经历重重摸难 天命人终于修成正果 那么闲话少叙 看看最终篇章 大圣究竟给我们讲了一个 什么故事 当年大圣留下流根根气 五根被各大洋王分去 唯独这第六根在花果山老猴子的手里 如今五根全被天命人夺回 只需要找到老猴子拿回第六根 那便可复活大圣 不过这只是老猴子的一面之词 他肯定是藏了不少秘密没说 他的身份也是个谜 因为就在猴子和八戒回到花果山时 天命天象早已包围了这里 百名告诉你 天庭就是要阻止天命人 而且他们还派出了亡灵官 这位天庭顶级战力 八戒与这位亡灵官是有仇的 当年要不是他在玉帝面前告状 八戒也不会被贬下凡 所以八戒见到他那是咬牙切齿 咬牙切齿的不光八戒 盘色都奈回要不是他拦着 四妹也不会被天庭抓走 所以论起恨 小猴子也是不遑多让 说来着亡灵官在神仙堆里也不讨喜 作为玉帝最忠诚的纠察 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玉帝对一个人的印象 所以大部分神仙都躲着他走 在天庭的几乎是没有朋友 全是敌人 当年大圣大闹天宫 唯一能和大圣抗衡的二郎神又不在 就算在也不一定管 一众神仙一时没了办法 还是让亡灵官拦住了大圣 死死护住了玉帝周全 对玉帝不光忠心耿耿 也有不容小觑的势力 他抓起猴子飞到空中 想利用翅膀的优势取胜 结果没成想被猴子绕后 死死勒住脖子 只听咔嚓一声 这亡灵官顿时失去意识 坠了下去 而就在关键时刻 远处飞来一片白 接住了猴子 正是大圣的金斗云 大圣死后者 金斗云就躲在花果山间 今日闻到了大圣灵根 记起了救主人 这才跑来救下猴子一命 这倒是方便了 有了金斗云以后 猴子便能想去哪就去哪 别看着花果山虽不大 可这里却是充满了妖怪 在一山坡上 死伤了不少天兵天将 猴子进前查看时 竟有一只硕大的犀牛精重来 他背上长有精灵 头上顶一金脚 力大无穷 还能呼唤雷电 此妖换作金甲西 有脚在时 这妖怪刀枪难入 坚硬无比 这些天兵天将都吃了亏 死伤了不少人 但如果把他的脚打断 那他就没了神器 但是犀牛却倔得很 熬上一会儿就会有心脚长出来 接着与敌人周旋 将其击败以后 他竟化作一团金光飞向小猴子 幻化成了一件宝甲 定睛一瞧 正是大圣的索子黄金甲 大圣死后 这宝甲便化在这山中的金甲西 怪不得有骨子韧劲呢 既然宝甲都化成了金怪 那其他披挂也多是如此 继续探索 便能在一棵树下 找到一头叫不云鹿的妖怪 鹰嘴鹿角 身后还有一截翅膀 将其击败 便能获得大圣的 藕丝不云铝 披挂有两件 这第三件才有意思呢 只见着花果扇的合剑 趴着一只大圈圈 叫做凤翅将军 它不光长得大 头上还有两对触角 其中一对小的通红 还会迸发出火焰 如果强行抓住这触角 会被上面的火火火烧死 但小猴子身上 有法宝闭火罩 披上闭火罩后 这火焰就没了效果 凤翅将军一阵挣扎过后 这对触角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凤翅紫金罐 带到了小猴子头上 就连八戒看了 都惊叹小猴子 是越来越像大师兄的 四件披挂已得其三 最后一件 就在不远处的捕狼厅 这手甲化作了一只小虫子 换作碧碧狼 八戒玩心大旗 小瞧了这只虫子 刚要抓住它 却不想被它钻进肚子 八戒立刻是疼得嗷嗷叫唤 施展法术将小猴子 送进肚里一看 这碧碧狼正对着八戒的 五脏六腑练习刀法呢 能不疼吗 金甲熙继承了 大圣的坚韧和倔强 欧云路继承了 大圣的灵动和凶狂 凤翅将军继承了 大圣的灵活变通 所以也是唯一一个 不需要战斗的披挂 而碧碧狼则继承了 大圣面对妖邪和不攻时的 心狠手辣 快意恩仇 将其击败 便能获得最后一件披挂 点翠飞龙汉 头戴凤翅紫金罐 身披锁紫黄金甲 脚踏偶丝不云驴 手带点翠飞龙汉 小猴子得大圣五根 如今又得四件披挂 已与大圣八成相似了 就差如意金箍棒了 八戒要小猴子去水帘洞一续 想来也是为了此事 不过在进水帘洞的路上 小猴子倒是能遇到 一头奇怪的石头 他坐在山边上 只是待望着花果山的 一草一木 一边望一边拍手 这石头精乃是黄蜂岭上 石精一家的儿子 换作石子 他母亲是黄蜂岭上的石母 父亲则是火焰山的石父 石父石母本是黄蜂岭上的山神 得以高人相助 才有了人形和人心 这石子是出门巡抚 才跑到花果山的 只是他找错了方向 石父在西边的火焰山 他却跑来了东边的花果山 那你可能会问了 石父跑去火焰山是干什么呢 原来早些年有一姑娘 闯入他在黄蜂岭的洞府 石父本想赶走他 后看他可怜 就让他暂时休息 哪知这姑娘做饭是一把好手 石父嘴馋着姑娘做的佳肴 便让他在洞中常住 本来这是好事 可突然有一天 一群村民找上了门 原来这姑娘是逃婚出来的 他父母从小就虐待他 长大了还要把他许配给村里的傻子 只为换些彩礼钱 也和姑娘不肯回家 他父母就带着一群村民 来洞府门前闹 石父虽现出言行吓走了他们 但等石父回府以后 他们又跑来闹 显然是要缴个不安宁 逼石父叫人 姑娘不忍连累石父一家 连夜离开了洞府 结果不慎掉到山下摔死了 石父可怜姑娘的身世 可惜姑娘的遭遇 便带着姑娘的尸体来到火焰山 希望铁山公主能救回姑娘一命 可铁山却说 如果强行复活 只会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所以没有答应石父的请求 于是石父就在火焰山哭等 希望有朝一日 铁山公主能改变主意 于是这才有了石父出走火焰山 石子千里寻父 误入花果山 亲生父母必死女儿 一面之缘的妖怪 却重情重义 穷山恶水 泼斧调民 洞天福地 妖灭人心 再往前就是水帘洞了 刚入洞就能看见一巨物 直冲云霄 正是大圣留下的如意金箍棒 望着眼前熟悉的事物 八戒不免堵物私人 想了年大师兄三打白骨精 惹得唐僧不高兴 将他赶回了花果山 结果没了悟空在身旁 唐僧在宝像国 被黄袍怪误陷成老虎精 百口莫辩 沙士帝被妖怪抓走 白龙马也负伤 唯独剩个八戒 还算周全 取经团队岌岌岌可畏 八戒只好去到花果山 请大师兄回来 起初见到八戒 大圣骂的长嘴模样 是哪里来的生人 底下的猴子猴孙 给八戒好一顿戏弄 可说到底 大圣还是很不下心 跟着八戒回去了 他身在水帘洞 心随取经僧 也正是有了大圣 奎木狼重返天庭 唐僧也化险为夷 往事历历三目 八戒看着水帘洞熟悉的一切 心里比谁都要想念 这位大师兄 他还是那般会算计 把身后的事情都规划好了 除了五根和四件披挂 这如意金箍棒 也是他留给小猴子的 如今披挂齐了 兵器也拿了 接下来就是复活大圣了 不过在正式进入山顶之前 我们还需要见一个人 谁呢 二郎神 在小西天的浮渡界 有一地方叫浮渡塔 这里有几面壁画 记载了小猴子之前的经历 隐喻这一切都在监控之中 如果你之前见到了 那几位眉山兄弟 也就是白蛇白衣袖士 野猪黄袍猿外 山羊翠璃武师 蜈蜈黑手道人 水牛耗斧力士 完成他们的隐藏任务 你就能见到 藏起来的二郎神 弥勒也在浮渡塔 他问小猴子 你见他所见 撕他所撕 兜兜转转一路 可有误到什么 他指的当然就是大圣了 弥勒这一问很有意思 小猴子这一路 能看到什么呢 天道不攻 人心沦丧 难道他弥勒就看不到吗 既然这么问 就说明弥勒 并非现在的既得利益派 不会遮掩着 世道的混乱 和神佛的丑陋 也就是说他站在了 天庭和灵山的对立面 即便不与他们为敌 也不和他们狼狈为奸 至于弥勒究竟要干什么 那就要等续作来揭晓 小猴子误到于否 弥勒自然也清楚 他大手一挥 打开了藏在墙后的山河图 而这图里 就是二郎神的藏身地 画中眉山 我想各位也听说了 二郎神可以说是 本作难度数一数二的boss 得亏之间收集起了 大圣的披挂 不至于太过被动 当然了 小猴子披挂齐全以外 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准备 这里我真心推荐飞芝的产品 八爪鱼4 黑生化 联名款 说实话 我一直都是飞芝的忠实用户 这次联名款发布以后 就一只霸榜 我更是第一时间 就收入囊中 外观是他们与游戏科学联合定制 在八爪鱼4基础上重新开模 从外观设计上 完全契合了 小猴子的装备风格 逼人还原的木纹手感 天命人同款的电镀开甲铃片 游戏内还甚至有 专属联名手柄UI 飞芝自研首创的力调节 合金摇杆 不光可自行调节利路 而且精确回中 不飘移 不卡顿 像天命人的棒子一样 变化自如 甚至支持最新一代的星闪技术 2000合资回报率 是行业平均的八倍 每一下微骚当中精准释放 如果有后续无伤通关 和竞速的相反 首饰这款手柄 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扳机的力反馈 真的让我感觉 在玩一款体感游戏 会有棍花之时 代入感拉满 中间的支撑交互屏 还有定制黑神话动画 还可以用来选择 扳机模式和调整振动 无线充电 六轴体感 还有飞制空间站的 顶级后勤保障 及黑科技于一身的 顶级法宝 有心动的天命人 赶紧冲吧 二郎神在这里等了很久 就是在等天命人 他开门见山 直接就否认了自己 杀掉了孙悟空 因为他杀不了 孙悟空乃开天比地 产生的现实 孕育而生的时候 当年太上老君的三倍蒸火 烧了那么久 都不能杀死他 如来的无边法力 也只能将其困住 敢问这世间 又有谁能杀死他呢 二郎神给说的答案 只有他自己 才能杀死自己 可为什么大圣要杀死自己呢 二郎神是这么说的 他没得选 或许那是唯一的办法 既然是无奈之举 那就要看大圣 遇到了什么难题 当年大圣为何伴随 唐僧取经 不就是为了赎清自己 欠下天庭的债 取下头上的金箍 保护自己的好友 可火焰山的回友们也看到了 大圣以为取得真经 攒了功德 入了先班 天庭和灵山就会放过自己 也放过他们 可事实证明 并非如此 大圣仅仅是想回到花果山 就引起雷霆之怒 天兵天将 再令花果山 那头上取下的金箍 也只是谎言 关键时刻 还是会困住大圣 让他难以施展 成为一只 待在羔羊 当年凤先俊太守和老婆吵架 打翻了供奉玉地的贡品 玉地便罚凤先俊不下雨 说是鸡灼完了米山 狗舔完了面山 火烧断了金锁 方才下雨 仅仅无心之举 便遭受如此天怒 牵连无辜之人 那大圣当年大闹天宫 又当如何 他们一开始就没给过大圣机会 天庭如此 灵山也是如此 既然没有赎罪的可能 那大圣还能怎么办 唯有反抗 可头上若还有金箍在 那大圣就没法反抗 所以才有了天命人的出现 没了孙悟空 还有孙行者 没了孙行者 还有行者孙 只要这股反抗的意念继承下去 那么就还有翻身的可能 鱼躬一家 尚有一山之志 他齐天大圣 又岂会就此人命呢 那二郎神在这之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就是他带领天兵天将 讨伐划过山时 他是站在天庭立场上的 说的话也都是以天庭的角度去说的 所以你会看见他嚣张至极 甚至不像一个神仙该有的做派 可后来他又派遣梅山六兄弟 暗中引导着天命人 让他发现每个地方的隐情和内幕 所以此时他又站在了大圣这边 也就是说他表面上迎合天庭 先是讨伐花火山 后又派几位妖王 瓜分大圣领悟 实则是利用了植物之变 规划了天命人重走西游 将所有的事情牢牢掌握 甚至派遣梅山六兄弟 打入妖王内部 监视几位妖王 确保天命人能看到该看的 让天命人听到该听的 让天命人明白该明白的 既然二郎神是在帮大圣 那为何朝小猴子动手呢 打到最后 二郎神甚至都使出了法天相地 身高万丈 青面獠牙 珠红头发 小猴子也使出了此等大神通 化作与二郎神一般大小的石游 二郎神身后便是四大天王 此时二郎神却不打了 让四大天王去对付石游 结果这四大天王皆被石游击败 各有各的死法 各有各的惨状 二郎神就在这后面 看着一切的发生 那我想此刻你也看出来了 这二郎神就是在试探 试探一个继承孙悟空衣服的天命人 是否足够合格 彻底击败二郎神以后 他虽躺在地上极其狼狈 但却十分欣慰地笑了 因为这就是他要的结果 缓缓张开第三只眼 一股黑气被释放 大圣的声音随之响了起来 原来大圣的第六根 就在二郎神这里 当年瓜分大圣灵悟的时候 一名天兵亲眼看见 二郎神也拿了一样 与朋友说起此事时 遭到一柄长枪 穿胸而过 他的朋友也未能幸免 而拿走的就是这第六根 意或者说是大圣独一无二的记忆 是太阳了 我前众兄弟一路是你 就是为了这一刻 那一战后直到今日 我才明白 一失明 锁不住他 一道孤 困不住他 以肉身之死 换一年永续 但愿你 不会辜负他 我心结一结 你的路 才刚开始 接下来就是山巅了 大圣死后留下的石头 这也是结束一切的地方 老猴子就在这里 他很清淡 说了一句上传 化过山的猴子猴尊 都被天兵天将屠卢殆尽 唯独剩下老猴子还在 足见这老猴 并非泛泛之辈 有人分析说他是金蝉子 也有人说他是观音菩萨 但从他称呼黄梅小子来看 金蝉子的可能性并不大 游戏并没有指明他是谁 任何说法也都只是猜测 或许只有等续作 才能揭晓了 他带着小猴子和八戒参观着这里 这场景是由大圣的记忆所画 所以全都是过去的事情 好的也有 坏的也有 他说大圣六根取回了五根 唯独缺了最后一根 义 他不知二郎神藏出了义 更不知小猴子取回了义 他说义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大圣死去 义会消失 大圣也绝无复生的可能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义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大圣不甘被压迫 起身反抗的气势 甚至不惜为此生死 他口中的天命人 只是继承了大圣一波和名号的后背 可没有了义又谈何继承呢 正说着 船飘到了尽头 眼前的是大圣残存义士化作的石垣 大圣已死了这么久 义士还在此守候 不为别的 正是为了亲眼见到后背 二郎神是第一道保险 而大圣残存的意识 才是最终考验 这石垣有两个阶段 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速度更快 进攻欲望更强 连续击败两个阶段以后 这石垣四散开来 最终汇聚在一起 成了大圣生前的样子 三合金冠 黄金铠甲 与小猴子一模一样 不 应该说是小猴子正如当年的大圣一样 大圣仅仅仅是一挥手 就收回了小猴子的五根 如果这真就是大圣 大圣也自此复活 那也算是美式一桩 只可惜他并不是 他所做的也只是在试探而已 尽管可以在各种意义上 吊打小猴子 可他却不急于取胜 甚至还会定住你 去尝尝你葫芦里的酒 也会在小猴子爬不起来时 主动归还金箍棒 像极了一个前辈 在教训后辈的样子 失去了六根 仅仅只是死后所化 这残区就已是实力非凡 让你情不自禁感叹一句 不愧是大圣的 在经过一番苦斗 小猴子终于击败残区 大圣跪倒在地 默默将五根还给小猴子 随后大圣彻底消失 紧留下那道金箍 老猴子走来捡起这金箍 似是对待一件老物件般熟悉 这里会有两种结局 如果小猴子之前 没有去过化中眉山 那么就没有得到大圣的义 你会看到老猴子 再次给天明人戴上了金箍 成了既没有大圣反抗精神的猴子 又戴着金箍被约束的猴子 难道这就是老猴子想要的吗 即便这是他想要的 但也不是大圣希望看到的 但如果小猴子取回了义 那么在老猴子戴上金箍之前 大圣的义就会浮现在小猴子眼前 下时间小猴子就看到了取经的种种 也明白了天庭和灵山的阴谋 从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 大闹天宫和佛祖大度 再到被压五指山下 彻底妥协 踏上西行路 原以为西行可赎罪行 可最后还是遭到清算 生死盗销 化过山也遭屠戮 都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可殊不知 如今天命人就是大圣的延续 他从化过山的废墟中爬出 再次踏上西行道路 寻回灵物 再到找回大圣的意志 再次踏上对抗天庭和灵山的道路 再次成为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 所以通篇看下来 大圣死了吗 没死 齐天大圣是活在小猴子心里的那股精气 也是活在你我心中的向往 至此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 也基本结束 作为游戏科学七年魔术的利剑 游戏质量当然没得说 游戏之所以能火爆全网 就是因为游戏本身过硬的质量 作为一个新人游戏播主 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去理解游戏 以不负游戏的高质量和观众的期待 但能力有限 胡伦吞枣 落下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和值得回味的片段 强烈建议各位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 因为它不光是一部游戏 更是迎合了我们国内玩家的热切期待 从此刻 我们再也不用只有一种选择 也不用去强行吃别人 给我们胃下的文化输出 从无到有的意义 不言而喻 在这里感谢游客 也感谢奔跑在炫扬中国文化之条道路的先驱者们 践行者们 愿你我皆有美好可期待 亦有岁月可回首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